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4月15日星期四的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的加拿大家产生 各位网友好 马拉西亚的全能战士大马sir 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好了 请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蒸香煲浪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 继续《大马sir》中中中有中 今次又再中 好像比大马sir预期的反应来得更快更急 就是什么事呢 我们之前都说过了 关于这个白票 挥票 什么票什么都好 对于这个修改选举制度方面的条例 现在没多久就刚刚已经订了上去 立法会就首读了 未来二读 三读 大家等下 这个不需要太过心急的 那就是一件事了 那对于之前所提过一次的 林郑月娥说了白票废票的问题 或者叫人不要投票的问题 我们都提过了 国际线有机会 就是所谓叫国际线 但是千万不要把他们很国际化 这些完全是不国际的 就是那些什么罗冠聪 梁仲恒 还有那些什么西文井 这些古灵精怪 还说什么香港约章2021 现在不知去了哪了 现在什么约章又 因为如果那个约章 你讲到这么高调的话 你不能轻轻举高 但是跟着就没了影 有头威没有尾震 其实很难看 很肉酸的东西 就是你被人看不到 你的那种坚持 就这样说完 不知去了哪 其实我们上班 有时候出来做事 最討厌就是见到那些年轻的 是吧 耶好来 咦 你说帮忙的 不见了 有空先 那些年轻人最流行的 这种东西的 家产生在你的工作圈 应该常常见到这些 新来的年轻人 都能留到家产生 都很 Flo 都有 当然 因为通常有些白鬼仔多 白鬼仔多 蓝鸭蜜 也有 然后去了哪里 原来在后巷煲烟 那些 就是走了到公司楼下 后巷煲烟 哎好 这儿是一件事 好了 我们昨天有一节都说过了 就是说这个 非人梁仲恒 当然是要的人投什么票 废票 没错了,他没有人投白票,他就不是那么清静白痴 有他的主张在说,大家不敢犯法,等我来,我来犯 因为他不怕,他目标就是要犯法,要违法 他主张投废票的道理,我们不需要看太多 我们说在拍摄机,大马sir中中中,就已经立刻撲出来,摸了些坦语 我呼吁大家投废票,这个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 很快,没想到他快成这样,另一个曾经高呼香港独立,前香港民族党 扬言说,争取不了独立,在电台说的,他说的那些说话要流血 但其实我见他这么久,避血就不知道有没有,或者折暗瘡流血 我想他也有的,或者香港独立都不太觉得,这些人 他也是跟梁仲恒那一类,都是叫什么抗争派 就是有些独派,应该可以这么说 我认识有些人,都很崇拜陈浩天这些叫独派的人 到今时今日都很崇拜他,我真的不明白,这些人是否没有救救 我都不得而知了,他对于梁仲恒说要投废票 他就出了个post,就这样说,就说,走了就算了,拜托,不懂的 不要再插手香港的东西,不要再害人 就着这句话有什么好说,不是啊,相当精彩 可以说,牵起了,虽然他说,什么香港民族党已经散了 但是呢,他们刚才我都说了,有些人对于陈浩天的心 是不死的,依然还在 你说梁仲恒,最继续听节目 本土最前线 老土,他都可以站在最前线的本土 不知道,那你说斗本土的话,他一定给梁仲恒本土 你都走了,是不是 走了就算了 所以我们看回郑敬基,真是算好东西 加拿大加先生就知道了 所以他经常都要扮好本土 就是要去吃那些什么车仔面 喝奶茶,找一些讲广东话的人 黄店那方面 有没有人听他的台,这样那样 所以就要叫做香港台 就是说我虽然呢,是远离了在香港 但是呢,依然的心是很香港的 原来现在呢,告诉别人,我很香港的 反而是一个商机 对于他们来说,你看,郑敬基的,120万 港字啊,港字啊,记住,港字啊 记住,港字啊 挺好找的 是,那继续说回,他就说了 陈浩天呢,他在这句说话里呢 我们看到有两个字,重复了的 就是个再字,叫他不要再插手香港的东西 以及不要再害人 咦,那即使他用到不要再害人的字 就是他曾经害过人 是不是 原来他在陈浩天眼中呢 他是害过人的 就是这个梁重恒是害人不淺的 那他害过些什么,害过些什么人 是不是害了郭卓坚啊,其他抗争者 当然他没有再提 甚至有很多,害了很多人 只不过就不要再害人了 就是郭卓坚及其他抗争者 已经被他害了,还是怎么样的 他害了几多人 就是由他搭的士那晚 什么大酒搭的士那晚开始 其实已经在害人了 他害了自己 你宣誓那一段都害到几个一齐DQ 是啊,其实第一个害人 就害了宣誓那一段 嗯,是吧 DQ6 最后引致到 长毛那些那些 其实都是活该死的了 如果计算了 罗冠聪更加不可以遥恕他 那不是有十万元一个月的 就是给你 唐水家 也都是 不单止你再这样说下去 也都牵扯了其他人 你看,罗冠聪没有了 今天后来欧乐坚 假设欧乐坚 他没有做了立法会议员的话 他未必会跑到这么前 走去拿个大声工 跟阿sir在那里骂人那些 还是怎样 因为那时候他是立法会议员 他觉得有议员的身份 他下去冲 可以下去和人说 和警察说 立法会议员 我是欧乐坚 你怎样怎样 我现在来监察你的工作 所以欧乐坚 那时候就要去蹲 就是这样 而且如果他没有走到这么前 他有机会不会插手 所谓的叫做 三十五家增栏 初选那里连 以仔言 戴耀廷那里一起搞这些事情 所以呢 这个梁重恒 你可以说 他那时候 那个连锁反应 整个 整个 什么生态 抗争派的生态 为什么这个变成一个坐牢生态 其实都可以这么说 他现在就 还有说 你不懂事的 拜托他这些不懂事 就是 骂到他说他不懂事 当然 不会 只是这一局 就觉得他不懂事 可能他一直在眼中 梁重恒都不是这些什么人来的 就是可能为了 因为大家都叫本土派 或者叫独派 所以就不说那么多 还是怎么样 到这个时候 忍不住真的要爆了 嗯 再说了 陈浩天的立场又怎么看呢 就是陈浩天的类型是怎么样 那他质疑 就是叫人投票 就只会令到更多人参与这个选举的 那他意思就是说 会不会是 就算你叫人投废票 你这个废人叫人投废票 都会提高到那个叫投票率 还是怎么样的 当然了 陈浩天也是被DQ那些参选资格的 所以就说呼吁抵制选举 所以有些人都说 合乎回去那么多年以来的取态 就是他那个报复的心理 你DQ过我的话 直接说要投票 大家都没投票 什么人都没投 那有些人说 都是对他的取态 那这就是一件事 那看到他们这样狗咬狗都挺好笑的 嗯 你跟这些人一向来的性格 你呼吁别人投废票 或者投白票呢 有两个分析的 你去投废票 在票那里画些无谓东西 或者写一个X字 很威的嘛 符合了他们要过足印去输的性格 所以梁重恒应该就是这一类 过足印去输 陈浩天就怎么样 想就是 无视这个选举 要低投票率 那是吧 最过瘾的那个都被人拿了 如果你 就是市场上的策略 你说 投废票已经被梁重恒提出了 你说 如果你提出 投白票 又不够投废票 那么有型 那么过瘾 那你只可以提出 不投票而已 才可以抢到市场份额 是 那刚才 以着达马sir就分析了 即时现在呢 陈浩天就想抢攻这个叫低投票率 的份额 那好吧 那即时呢 剩下最后一个份额呢 就是叫做白票党了 是的 真投白票了 那么我们来着呢 就是照个套路来看 或者那个走势来说 就是 但是有一方就可能说 我们要投白票 就是最好的表态 他们模糊了一个焦点 我们来着一节 都会再分析一下 就是说 喂 就算你投票率 如何低都好 都会有人选出来的 是啊 是吧 我说自己低 其实都是过足印的 有多过瘾 喂 你低投票率呢 你都影响不了那个 那个结果的 其实 到最后呢 你 就算你们想选 我不知道 喂 我都没有选 我都没有选 那你就全部泛民都 炒过他 全部泛民都不要选 这些就是鱼蛋论 为什么你们有多半粒鱼蛋 我没有 但不要忘记 你不参与的话 你学一下胡桃智慧的话 你整世都是这样 应该这么说 就算你们不参与 什么废票也好 白票也好 你影响不了那个 大局 例如那个选举的制度 你不想去获选的人 他们都会选到的 其实 你要记住这件事情 那我们都试一下 会不会思考一下 假设我们代入政府的角度来看 我就说你不投了 你叫人不要投更好 他会选你 要选你香港境外 是的 一来就是香港 你在香港 或者选你了 二来呢 喂 你想 你叫得他们不要投的人 那是哪一方面的颜色 大家心知肚明 我们接下来 那一节 会再详细分析一下 其实呢 喂 对香港政府来说 没损失的 那些十万元的薪工 到最后哪个做到呢 是 怎样都不关你事 但是呢 你这样叫呢 是没意思 如果你问我是香港政府 我乐见的 你就吵了 吵饱他 那为什么有得你们吵 还是怎么样呢 另外呢 未来有一节 会再和大家分析 那我未来再看 你们怎么狗咬狗 好吗 会不会有人捉鬼 这个捉鬼大师 那些刘世良去了加拿大呢 我想他会不会继续去加拿大帮忙捉鬼 那哪有话题呢 提出这些 他通常的腔就是这样的嘛 提出这些论点的人呢 很明显就是鬼 另一些意图 配合哪一方面的柏子起舞 这个捉鬼大师呢 他的论调呢 永远都是这样的 那到时这些黄友呢 听起来 咦 又好像是哦 再说这些说话出来 那个就是鬼咯 哇 这次刘世良说的那些东西呢 那到时那些人又会继续货金给刘世良 但是他们那些人呢 又会继续在那里吵 又说他什么 走路 走路什么 军司 军司 军司啊 又说他那几千万啊 现在又开始有人在说刘世良 因为要 如果你要刘世良那么喜欢捉鬼的话 有些人就要削弱刘世良的公信力 那怎么削弱他呢 哇 喂 他卖的那个单位呢 原来 不知道类似楼上楼下的那些 差了个多月左右 那个价钱呢 他贵了 他卖多成千万的哦 究竟是什么人和他买的啊 啊 那其实这些呢 一定不是你了 就是这样 大富翁都未必可以啊 你啊 大富翁都未必可以买到 他那个楼的那粒 那粒东西啊 哎呀 真的得淡笑了 我们由得他们再咬一下 那拍一拍机 到时看会不会像大马sir的沙盘推演一样 看会不会又撲出哪一饭出来呢 或者再他们怎么狗咬狗骨呢 我们拭目以待了哦 好吗 好 好今次来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